你好,欢迎收看8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迎接父亲节,花莲县政府在远雄月来饭店举行了 112年暖心父亲表大会 有30位的暖心父亲,包括了22位热心父亲 7位知心父亲,还有一位全心父亲 并且由现场徐政委颁发了有花莲大理石 巴巴字样的特制奖杯 感谢所有劳苦功高的爸爸们 热心知心和全心 迎接父亲节,花莲县政府6日上午在远雄月来饭店 举行112年暖心父亲表扬大会 30位暖心父亲,包含22位热心父亲 7位知心父亲,以及一位全心父亲 县长徐政委和立委傅坤其等现议员都出席与会 向全天下辛劳的父亲表达感谢和敬意 爸爸如果是山,就永远都是我们家的靠山 永远是子女最稳定的力量 爸爸如果是一个健康的领航者 就是这个家庭 以及这个家族行驶的方向 那个领航者 爸爸如果是一支伞 爸爸永远都不会让我们的孩子 领道与永远为家庭、为家族来这封地理 今天早上在台北火车站搭6点40的火车 我遇到了一个就是要赶回来庆祝父亲节 就是要赶回来参加这个为爸爸这个举办的盛会的一个子女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身体力行最好一个孝顺的方式 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在这里真为感谢我们守护的家庭 守护我们每一个孩子 让我们的一生除了守护家庭 还为国家培养我们的子女 培养国之栋梁 让我们的国力能够更强盛 而这也是我们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期待 对家族孩子承载的家族责任的期待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我们今天 这个获得模范父亲的所有的爸爸们给他们掌声 好 恭喜大家们 所以要谢谢今天来陪伴的爸爸妈妈 来参加这个盛会的所有的宝券 致力也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热心父亲代表致力社会服务 致心父亲则是主动与配偶共同养育 而全心父亲则是一人单起两人照顾的单亲父亲 县补兵班发油花莲大理石制成有八八字样的特制奖杯 感谢父亲如冬日暖阳 成为刚柔并济 强而有力的家庭靠山 记者长邦彦首风向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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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